主席 各位大家早安 江部長 請江部長 陳委員好 江部長好 江部長 昨天我們 駐盟 昨天駐盟 拜會總統府 江部長有沒有在場 有 有在場 那你們宣誓說要推動社會住宅 是不是 那可是我發現 社會住宅編了多少 預算 你們今年有沒有編預算 你們現在允諾之後今年有沒有編預算 向委員報告社會住宅是昨天 總統才政策宣示 要我們去推動 你們現在一毛錢也沒有編 那你現在 在高鐵捷運A7站的土地徵收 軍會 你們初步 你們標出去財團後 最終達到政府的連出資 是不是 A7站是怎麼樣處理 A7因為他的計畫一直都在調整 所以最近的這個 總支出跟 那個土地面積還有戶數 我可能還要請民建署跟我提供一下 那你們現在 你昨天 你也在場 總統也答應了 那沒有預算怎麼辦 總統有沒有有指示 兩點 第一個 他是希望我們住宅法還是要如期推動 但是第二點 在住宅法還沒有通過之前 我們還是應該就現有的 跨部會之間所有的資源 去把它擠出來 那麼我們也成 我們隨同的營建署的一位同仁 也有向總統報告說 目前行政院比較具體在明年可以推動 一個是A7一個是福州 那當然另外一些像比方說大海新市政 這是本來就在推動的 那總統的意思是希望我們盡快 能夠再多增加一些地方 你們A7站的那個 平價住宅現在改為合宜住宅 那今年三月要臨時 我今年三月臨時提案 要求你們做社會住宅要一半 你覺得提供要幾戶的出租住戶 現在有沒有規劃 我是不是請營建署長來向您報告最新的情況 陳委員跟委員報告 現在A7住宅的部分 行政院的指示是 我們要提供百分之五 就是說 確定百分之五 要提出來做什麼 社會住宅也就是出租 出租不賣 是 好 那請回去 那個 住宅法 本期已經 這個會局已經復委了 已經在內政委員會這邊了 是不是我們請趙薇改天排一下 那內政 行政院辦什麼時候要出來 經過昨天總統的指示之後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要去開行政院院會 如果我們院長也做同樣的指示的話 我們會儘快把那個本來就已經擬好的住宅法草案 送到行政院 那麼因為它是已經擬好的草案 當然社會民間團體是希望說其中有一些條款在修 這個草案以前在民進黨政府時代就討論很久了 對 我希望說不足的在社會住宅的部分不足的部分要趕快把它加進去 已經有社會住宅專章 有專章嘛 有專章 那什麼時候大概可以出來 這個會期可以來審嗎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估計這個會期應該可以送到立法院的 好 只要部長答應說這個會期 希望趕快送出來 其實這些弱勢人民已經等待很久了 這個部分一定要做 否則你這個整個房價如果住 住是很重要的 住沒有解決的話其他就 住是很基本的人選 那我是比較擔心說 馬英九也承諾那麼多事情 很多承諾 可是到現在呢 說到一份機 做得多一湯匙而已 我也蠻擔心 那我很擔心這個 如果這個承諾再跳票 你部長你要不要承諾一下 在這個會期一定會拿出來 向委員報告 這個會期我一定會送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會排定什麼時候通過 現在不是在行政院嗎 你還沒有送出行政院 沒有 因為去年還是 我記得送過一次 但是因為那個當時在討論健全房屋市場方案 所以把它退回內政部 那什麼時候要送行政院 對就是這部分我說我一定會盡快 可能也許不需要到一個月就可以 你剛剛說要行政院長允諾 那如果他 他不叫你送來 這個法案就死成大海 是不是 因為當時退回來 是經過行政院政務委員 有過一個協賞會退回來 你們什麼時候要再送進去 所以 如果說 如果說院裡面只要交代我們說 這個案子我們現在加速推動 我們可以在最快的時間裡面送上去 你不要像救助法這樣 我的救助法躺在立法院躺兩個會期 你答應說你要趕快送出來 結果我等了兩個會期 最近才送出來 你這個法會不會這樣 對這個事情的經過非常清楚 我對這個住宅法也是蠻關心的 尤其是社會住宅片這個部分 我知道委員的版本已經在 已經是在立法院裡面了 好,希望內政部趕快送過來 好 我請教我們的部長 你現在住宅補貼有兩個方案對不對 那你知道為什麼住宅補貼 補貼二十年的跟補貼這個青年 青年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 兩年,為什麼大家會一窩蜂的 跑去申請青年 成家方案 安心成家方案 他比較優惠一點 是怎麼優惠 我記得當時是在 是利率嗎 對,利率 他的優惠是 是什麼 放寬大整個家庭 連鎖得百分之八十的都可以申請 包括像生子女數也是一個可以計算的基點 好,你們現在 內面的規定是非常的繁複 所以如果看我們比較關係 你們這麼繁複 現在部長你也知道這個規定很繁複 非常的繁複 對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它合併或是怎麼樣來處理 有沒有這個打算 他們的目的不一樣 對象也不一樣 但是就那個補助的那個金額還有一些基準 我曾經也請這個營建署的副署長 盡量讓他們趨同 這樣的話對外界來講 比較不會被混淆 所以能夠一樣 補貼住宅的部分 在九十八年那個住宅補貼方案的這個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三 那對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台北市的執行率 九十八年只有百分之十四點三 九十九年度是百分之十七點九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資金補貼 有兩年的期限嘛 對不對 對,補助兩年 那住宅補貼計畫補貼只有一年嘛 應該也是兩年 我記得是兩年半 每一年 住宅補貼是每年半 每年半一次 不是不是 那我想由部長來跟你講 那現在齁 這個利息補貼剛好 這個 這個現象齁 你說我剛剛說一年齁 那這個現象跟前面所說的利息補貼剛好相反 租金補貼質詢率為什麼這麼低 報委員可能 對不起 報委員可能有一些誤解齁 租金補貼是一年齁 一個月三千六嘛齁 對啊 但是他還可以再申請呢 那就是說 他可以繼續申請 這個 因為租金補貼他是一年一年辦嘛 有地方政府來辦 但是住宅補貼就是說 你房屋貸款的這個利息這一部分 他只要申請一次就是二十年 這個是二十年 可是租金補貼的漏洞在哪裡 是一年 你們知道嗎 我們 因為 他房東往往不願意去提供 不願意避開那個稅 繳稅嘛 所以房東避免租金的曝光 所以他不會不願意提供那個契約嘛 所以呢他們這些人就是輪流 要來申請這個補貼嘛 是不是 會有造成這個弊端啦 那這樣對照顧弱勢的部分就 那委員是這樣喔 因為 為什麼要每一年就租金補貼這一部分 因為整個住宅這一部分 是未來最主要是要照顧中低收入 那換句話說他的家庭所得是要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所以對嘛 你現在 為了照顧比較弱勢的 可是你又放寬 那個 這個 青年安心成家的這個方案 又放寬一般的住戶也都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是 尖導過來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目的齁 青年安心成家專案是為了鼓勵年輕人 結婚以後 那 有一個 可是你放寬到家庭了啦 你現在已經放寬到家庭了耶 我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青年安心成家專案 租金補貼這一部分是家庭所得百分之六十以下 那這個兩百萬的免利息這一部分是家庭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下 他的目的除了中低收入可以以外呢 那對於中收入這一部分的青年 也可以照顧 那總統 當初指定 對啊 可是你現在執行下來是讓民眾都不殺殺 你這兩個方案是不是又可稍微再整病一下 向委員報告 我一剛開始也是不太懂這兩個方案 後來聽懂之後 我就知道他不可能完全整病 因為青年安心成家顧名思義就是給剛結婚兩年的青年來 住宅補貼方案來處理嗎 那他因此他們會有一個優惠 那再看怎麼整合啊 但是那個整合型住宅補貼方案是針對中低收入 那我希望齁 年底前齁 內政部是不是把兩年來的那個 整合住宅補貼方案跟青年安心成家方案齁 執行的 綜合執行的分析報告 沒有問題 好 還有一點時間齁 我看 我看這個還有 就是說 關你那個房屋實際登記的問題有沒有 那個價位 這個我好像也跟部長提過齁 你們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把實際 把這些買賣實際交易的價格 登陸在整個契約裡頭 呃 像委員報告 我們最近先前才修了那個不動場 對 登記的那個管理條例 那麼我們其實在登記的時候是要求 中介公司跟那個 呃 那個促銷公司是應該有這個資料的 只是我們在公佈應用的時候 是用去這個個體化資料的方式來公佈 所以資料其實是有的 可以勾集的 資料可以勾集 是可以勾集的 對 你的實際交易價格齁 對 你現在本來是用限勾選籃嘛 那現在實際價格的 實際價格交易呢 就把它去掉嘛 對不對 現在是改為這樣子嘛 所以 我真的 不曉得民間團體跟地震市 還有地震 地震學者齁 開了40多次的會議齁 你們一直到7月21號 直接見到院長之後呢 這些廠商啦 這些建商齁 直接去行政院陳情 然後呢 7月21號見到院長之後 你們就改變了整個實際登記的政策 是不是 向委員報告 為什麼要這樣子改變 這個還是要獨立廠商嘛 委員知道我不會獨立廠商 我也不認識廠商 我想這個部分齁 我只是提示到這裡啦 當然我因為時間不夠 我這邊還有很多資料齁 我改天再來請教部長 你還以為在衛環委員會也會出現吧 是的 謝謝委員